各位好 我是BuyKatuan圈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布 教你击败巨兽的电影 荒岛求生之巨兽来袭 女主角的哥哥为了寻宝足之 来到荒岛探路加探险 不料却成为巨大鳄鱼的午餐 就此成为失踪人口 即便派搜救人员找寻人就一无所获 这让心急如焚的女主角小妍有了重大发现 哥哥去的荒岛有巨鳄的踪跡 赶紧要劳工大胡子找人拯救哥哥 于是大胡子花大钱起来专业的生物探险家 及他的助手光头王 准备出发到荒岛救人 还说是专业的雷刚刚的一个浪来 把他们的卫星电话 信号枪等求救物资都打入海中 既然来了搜救还是要继续 还说专业的雷传这样随便乱放 好 不管了 总之主角们顺利登陆哥哥失踪了荒岛 并与刚刚开船的船老大约定好 五天后会来接主角们 而这个荒岛上有很多生物都特大号 像主角们一来到丛林里 就遇上了巨大蝙蝠 欺负着大胡子好在光头王用弹弓枪 将蝙蝠击落才停止这场惊魂 那大胡子根本是来帮大家挡枪的 因为紧接着他又被超长藤蔓 拉走并捆绑起来 差点成为食人草的欢乐独享餐 好在探险家把食人草的头砍断 才救下了大胡子 正当大家认为岛上拒收这么多幼居攻击性 赶紧撤退才是上策之时 小岩则觉得 哪年花这么多钱姑姑还没找到 只能收走就走 而且传老道是五天后才来接我们 现在彻也回不去啦兄弟 很有道理耶 无奈之下大家只好找地方扎营休息 隔天继续找寻哥哥下落 而没多久时间又遇到只巨型螳螂 慢慢走还好用跑的有点搞笑 但奇怪的是大螳螂追了段路后 并未对他们发动攻击进去落荒而逃 原来是个野人用藤条卫装成 大螳螂的天地之一铁线虫才吓跑他的 那野人其实不是野人他叫小溪 得知他们有传开心的要回去收东西跟随他们 同时寻宝组织由大叔带领下 与两个篓篓来到黄岛 让主角们增添旅途危机 这帮寻宝组织真是哥哥的同伙 大叔才不管手下的死活 只管赶紧找到宝藏 回到小颜浙他趁着空挡不怕死的找到哥哥的背包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只拉扣斯 向他步步逼近也是个跑步滑稽的猛兽 好在担心他安慰的光头王及时赶到 用弹弓枪射死拉扣斯 并带着他的几块巴蒂 回去让大家饱餐一顿咯 回去后这才得知小溪两年前 听说岛上有巨兽便跟着同伴来此探险 却因传触交导致同伴失踪 自己就流落到这了 至于小颜的哥哥他并没见过 然而探险家从这些 巨型生物采集的样本研究发现 这些生物是因细胞分裂产生变异的 估计岛上有婆罗花 能改变细胞分裂周期 要是找到这种植物 并研发出对人体有贡献的药物 呀呀呀呀呀 就能前进的来我们两发大财 于是隔天两人立马找寻婆罗花的下落 探险家似乎找到了那种植物 而光头王则为了将成为富翁的梦想 先拍个Vlog 好上传YouTube 过来人告诉你现在的影片 常莫名其妙被黄标呢 总之他录下的是自己被巨型拉扣死 吃掉的画面太过血性的确达妹 而手机则是被来找寻他的大胡子夫妻找到的 也观看了黄标影片 回到营地大家都在为光头王的没收益影片正焦躁时 另一只巨大蜥蜴冲进他们的营地 这只蜥蜴不是普通的大 一个衰尾就把探险家打趴在地 就在探险家生命受到威胁时 大胡子用弹弓枪射爆了巨蜥 哈也太弱了吧 一行人想回岸边打算搭乘准备的小船逃离 想不到吧 小船已让寻宝组织给藏起来咯 因为寻宝组织以为有同行要来跟他们抢宝藏 于是边寻宝边找主角们的踪击 果真找来了营地 还捡到探险家刚刚掉的记事本 并让大叔得知婆罗花的秘密 这个价值远远超过他们要找的宝藏啊 不幸得两帮人马相遇 主角们惨遭劫持 大叔也夺走探险家采集到的婆罗花 于是隔天寻宝组织决定 要与探险家合作 借此分一杯羹 不然主角们都会没命的 而就在打算将所有人全带回去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巨星拉扣斯朝他们走来 其中一个喽喽被吃掉咯 巨星拉扣斯在一个训练不及掩饵的速度 逮到了爬到树上的寻宝组织成员 大叔则自私地踢喽啰下树 拿他喂拉扣斯 自己就可以趁机逃离 现世报也迅速降临 最终大叔依旧跑不过拉扣斯 而拜拜谢谢会顾了 那拉扣斯在用魔鬼的步伐 逮到主角们连屁屁也摇得性感的 掀一个衰尾加上逗趣特效 打飞了小颜 最后则是在英勇的探险家与拉扣斯搏斗 将他哥猴儿击败 击败了拉扣斯 后来船老大也一约定开船来接主角们 故事就在主角们没拿婆罗花 而是扛拉扣斯回去做研究 不知有没有发达才下结束了 船长认为以人类邪恶的程度 这个发现船长相信一定是好好利用 来毁灭人类的 如果喜欢船长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的船员记得加铃铛 加过铃铛的话就把影片分享出去 舅舅不会开船的船长 我们下次见